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夜兰角色攻略 我觉得夜兰的强度,我已经不必再多说了 三个字,人权卡 你可以质疑我一夜天后的长相不在你的XP上 但是你不能质疑我一夜天后的强度不高 从夜兰的灵命到满命都是极为离谱的存在 不仅灵命作为负C非常强,满命更是离谱的节点 媲美宜众主C的爆发 那么这张人权卡到底该怎么正确培养 本期视频将为您详细解析 我们首先来看它的普通攻击 就一个比较重要,破橘石 意思就是,夜兰在拖战5秒后,手长的灼热会发光 此时,下一发重击,血液时间会减少80% 同时,这一次的重击会变成一枚破橘石 这个东西是基于夜兰的生命值上限造成的伤害 所以说倍率还是可观的 除了拖战等待5秒,还有一种办法可以获得破橘石 就是,异己能标记敌人有概率获得 标记三个敌人,那么就有百分之百的概率获得 用来清怪或者收尾还是不错的 最主要的作用是用来收割蒙德城门口的鸽子 你可以选择升级,可以选择不升,脚犯个人 异己能,牵着一根四线,快速挤走 期间可以标记敌人,送给点按和长按 点按就向前快速挪动一段距离,可以快速铲球 长按则是快速挤走 不仅可以通过方向键控取前进的方向 而且再次之方技能也可以提前结束挤走状态 异己能的倍率也是相当乍累的 接近45%的双命值上限倍率 经过测试异己能的稳定铲球四颗 充能效率还是比较可观的 Q技能,失线,交织 对周围造成水元素败为伤害 令你创造出一个头子 这个头子可以跟随角色进行后台挖水 如果我们想触发投资的邪充攻击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 艳兰的异技能命中敌人可以触发邪充攻击 第二种是 当线角色进行普通攻击时 也可以触发邪充攻击 不过这种方式有1秒能捏至CD 大招手续能量70点 相比于其他角色的80点能量已经降低了很多 固有天赋其一 队伍中存在不同元素角色 艳兰的生命值上限也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 最高30% 我们在配对方面能不用太关注这个天赋 艳兰的配对需要合理化 不用刻意吃满这个天赋 固有天赋其一 增伤天赋 在艳兰大招持续15秒内 逐渐为场上前台角色增伤 从第一秒开始到第15秒结束 增伤逐渐从1%到50% 如果我们平均一下 也就是全程大约25%的增伤 还是比较可观的 生活天赋是在离越执行20小时的探索派遣任务时 获得奖励可以增加25% 也是深赫同款的执行天赋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艳兰的命座 一命 异己能的使用次数增加一次 关键的命座 弹打缓解了艳兰充压力 变相的提高了艳兰的输出能力 二命 Q技能协同攻击时 每1.8秒会额外触发一次水剑 有了二命 达到的伤害可以得到约26%的提升 四命 异己能每标记住一个敌人 都会使全队的生命值提高10% 持续25秒 标记到四个就可以吃满 获得40%的生命值提升 这是一个全队的生命管 无论是对艳兰自己的输出 还是胡桃钟离的输出 都有相当大的争议 六命 开打之后 将进入一个特殊状态 艳兰的前五发普通攻击 将会转化为一种特殊的破局死 这种伤害呢 被视为重期伤害 也被视为破局死伤害 在破局死原有的20% 生命值基础倍率上 再增加156%的技能伤害倍率 此时的伤害会相当大裂 在五发普通攻击内爆发极高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 艳兰六命志愿的原因 在这五发的短期爆发内 输出不亚于主C 而在后续的后台 系统攻击输出也不亚于-C 这样一个全能的角色 自然挣得上夜天后的名号 艳兰的所有名佐都是加伤害的 关键名佐为一命和六命 特别是一命对于平民玩家 改善体验很重要 关于艳兰的武器选择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 艳兰不需要攻击力 一点点都不需要 攻击力对于艳兰来说是无效词条 所以我们在选择武器时 只需要看中两点 一点是冲能效率 一个是双爆和输出词条 输出武器推荐 五星中比较适合了有落水 或者其他所有的双爆类五星弓箭 四星中比较推荐的有绝弦 或者蒙云之月 三星中推荐的有反曲弓或者弹弓 如果你想去打输出 首先你要保证你的冲能和循环 而且至少要有一命 不然你开不出大招 你的输出都是无用的 接下来就是冲能武器的推荐 五星推荐 中末接探之师 四星专武 西风猎弓 也是夜兰在零命情况下的最好选择 火动武器落霞也可以 技力也不错 就是冲能有点低 冲能武器是低命和零命夜兰的最优选择 循环起来才有输出 所以我推荐零命以下都可以 去带冲能武器一命以上 才去考虑输出武器 在圣移物方面呢 我们也有很多选择 在低命的情况下 嗜血源最优 当然2加2也是可以的 主要看你的资料分配 2加2我们这边可以提供很多的选择搭配 生命 水伤 大周三的加成 这三个死条两两组合都可以 比如说二生命加二生命 二生命加二水伤 二中式加二生命 二中式加二水伤 或者是水伤也可以 这些都无所谓的 还是那句话 死条远比套装需要考虑的更多 虽然我们也不能忽视了套装的加成效果 在主持条选择方面 暴击或者暴伤头 水伤杯 生命或者冲红沙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个重要的问题 也是面板的配比问题 60以上的暴击率 这个自然是没有争议的 生命值和暴伤都随缘堆 生命推荐3万以上 暴伤真的就随缘了 最关键的是 这个冲能到底需要多少 我根据我这么久打深渊的经验 给大家配出以下的建议 1.0命单水至少220 2.0命双水至少200 3.1命单水至少180 4.1命双水至少160 冲能的情况比较复杂 我们要考虑叫西风的铲球 略微可以压个15%左右 队伍中有雷神可以下跳20%左右 面对多怪的环境可以下跳10%左右 不同的手法 不同的队友 不同的武器 以及铲球环境 动物影响冲能循环 我们自己可以去试一试 在你的队伍中 单怪可以与完美循环的话 那么面对任何环境 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最后 夜兰的配队反而是更好说的一个问题了 夜兰之所以被冲作为夜天后 还是在于她是个水系角色 有极强的泛用性 既可以给火系当拐 也可以给草系充当种子的触发系 在雷国中呢 是一个不错的输出副C 又在割打队伍中充当行丘的上围替弹 泛用性极强 队伍更是五花八门 比较有典型代表是火夜行中征发队 草夜九中 草夜行九的超战放队 捏入战放队 或者是海阁超激战的挂水位 雷夜万般 雷夜万中 隐情夜行 等等等等 相信在水国风单出来之后 夜兰又会有新的 更广泛的接线位置 那么本期夜天后的攻略就到此也住 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私信 询问阿豪主 我会为大家详细解答 期待你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